这一位大爷 听说跟儿女都合不来 所以就一直独居 可想而知 这人精神得有多扭曲 由于他根本不和别人接触 所以也非常的自私自利 公共楼道都被他当成了自家储物间 堆得那是满满征征 本来我就胖 现在回家都变得很困难了 一不小心就蹭一身灰 有一天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无足勇气去找他理论 可是没想到 这老鼻灯瞅了我一眼 就把门关上了 我逃 这种被无视的感觉 让我羞愧到真想一头撞死在他门上 又过了几天 我下班回家 在我翻过层层障碍之后 赫然发现 这老鼻灯竟然在楼道里放了台电动车 而且还从门缝伸出来一条电线在充电 我去 这可不行了 你放点破烂 最多妨碍我出行 你现在简直是想谋害我了 现在电动车起火事件非常多 万一充电短路 引发火灾 那他妈 我连跑都没法跑 不行不行 这是我必须得管 于是我又硬着头皮 交开了老灯的门 我说大爷 你占用楼道 我就不说你啥了 但你不能把电动车推上楼啊 你推上楼也就算了 但你不能在楼道充电啊 这太危险了 咱们小区不是都建了充电车棚了吗 那多方便啊 小伙子 你知道我为啥活这么大岁数 没进过医院吗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老子从不多管闲事 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吧 这是我家门口 老子想干嘛就干嘛 关你屁事 你个死胖子 我曹 过分了吧大爷 一马归一马 你怎么还人身攻击呢 我就骂你了 怎么地 再多管闲事 我让你直接搬走 行 我就不信 没人能管你了 我现在就给物业打电话 喂 物业吗 有人把电动车推上楼了 你们管不管 竟然有这事 但我们物业是吃干饭的吗 告诉我是谁这么大胆 就是三号楼一单元301的老张头 他 这他妈什么世道 这老东西就没人敢管了吗 我正在气头上 此时却突然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 扭头一看 妈呀 这电动车好像真短路了 正往外冒黑烟呢 吓得我赶紧拔了电源 然后敲门 可是不管我怎么喊 这老灯就是不开 估计以为我是吓唬人呢 我想趁电车还没起火 赶紧推下楼 但是我又怕在电梯里给我烧死 那我可他妈太冤了 没办法 我只能找来了灭火器 对着黑烟就是一顿猛喷 好不容易把黑烟压住了 这时老灯也出来了 啥也没问 上来就是一顿臭骂 说我祸害他电动车 大爷 刚才你的车子短路冒黑烟了 我怕着火 所以才用灭火器的 你放屁 哪冒黑烟了 我问你 黑烟在哪呢 你个死胖子 我看你就是跟我过不去 你看我这车都不能启动了 大爷 就是因为他短路了 所以不能启动了 你胡说 就是你给我弄坏的 我这车可是八千买的 你今天必须赔给我 我曹 大爷 就你这破车还值八千呢 废话 我这可是牛马牌的 我曹 小兔崽子 你还敢把我电源 大爷说着就要把电源插上 我知道电车已经短路 现在插电 那就是定点爆破了 于是我赶紧阻拦 大爷 不能插 太危险了 你给我滚 我一看你小子就满肚子坏水 大爷 你要插电也行 等我走远了好吗 你活够了 可别带上我了 我还没娶媳妇呢 小兔崽子 神神叨叨的 一个电动车就给他吓成这样 我就插电了 他能怎么 我刚跑到楼下 果然起火了 我赶紧打119 可是原水救不了近火 电动车的火势实在是太猛了 而且他楼道里还摆了那么多杂物 片刻之间就连成了一片火海 幸好我没有把杂物放楼道里 没有可燃物质 火就没有往我这边烧过来 但是老灯可就惨了 楼道和屋里被烧了个惊光 虽然被救出了火海 可是后来又被扔进了小黑屋 不知道他这一把年纪 还能不能踩动缝纫机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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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哒 这邻居为了自己方便 竟把那开门改成了外开 不但影响我外出 还经常磕碰我的房门 实在是太可恨了 你遇到过那种自私自利的奇葩邻居吗 很不幸全让我碰上了 我们小区是一梯四户的户型 我住101 我的旁边是102 之前我们接触不多 感觉还挺好的 但自从他们把客厅改成小卖部之后 这问题可就来了 首先是这小卖部 出来进去的人有点嘈杂 不过这些我倒可以忍受 怎么说这也是人家的一条财路 而且我平时买东西也方便很多 小卖部也不是开到很晚 所以噪音倒不是大问题 真正让我们起摩擦的 是他们为了腾出更多的空间 把原本的内开门改成了外开门 从那之后 我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每次开门要出去的时候 应用眼帘的首先是另一道门 我要先把他的门关上 再关上我的门 出来之后再把他的门打开 反正就是特别费事 有一次我刚走出门口 突然发现鞋带开了 就在我蹲下系鞋带的时候 突然一阵风吹来 隐区的门一下就拍我头上了 你说这是不是无望之灾 而且他的超市只要营业 门就要一直开着 只要有个风吹草动的 他的门就光光往我门上撞 他的门把手倒没什么事 可是我的门被撞的都掉漆了 还凹下去很深一个坑 而且有时候我一开门 因为气流原因 很容易把他的门吸过来 给我来一个开门上 其实我早就想去找他们 但是我一看 邻居大姐一个人在家带着个孩子 也确实是不容易 还是忍忍算了 可没成想 他们倒先来找我麻烦了 那天是我有个快递需要计 于是我就叫了一个快递员过来取件 打了三四个电话 他都没找到我家门 还是我出去把他接过来的 大哥 你家被保护的挺严实 我转了两圈 都没发现里边还有个门呢 面对这样的调侃 我也只能尴尬的笑一笑 然后我就给他进屋拿东西 然后他给我录录信息 可我没想到 我这刚弄一半 对面大姐却找来了 哎我说 你俩这是干嘛呢 知不知道我这做生意呢 挡什么门口啊你们 大姐 我这发个快递 再等一下 马上就弄好了 你发快递 不能去你屋里吗 但这个门口算什么事啊 你一会发个快递 一会叫个外卖的 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 我一听这话 憋了许久的闷气 可是再也控制不住了 我一把就把门给他关上了 快递员一看是不对 赶紧跑了 大姐 我平时跟你好生好气的 你可不要太过分了 这是你门口 也是我的门口 你私自把那开门 改成外开 也就算了 我在我自家门口 半点事你都要管 你嫌碍事 你把门改回去啊 什么话什么话 我那货都站着地方呢 改回去了 我生意还怎么做 你生意做不做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是居民楼 居民楼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开超市的 你已经妨碍到我了 你知道吗 呵呵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看我赚钱 你眼红 你这种人 我见多了 我就要开着 你再关我门你试试 跟这样的女人 实在是没理可讲 气得我摔门鬼了屋 可是这口气 我怎么也咽不下去 真是忍一时得寸进尺 退一步变本加厉 这自私邻居 实在太可恶了 不给你上一刻 你都不知道 我王林杀手的名号 当天晚上 我趁他关门之后 去外边买了两张地毯 然后又买了桶木公交 回到家 我就把两张地毯粘在了一起 我买的都是家后的地毯 现在两张落在一起 等浇水干了 整个地毯是又厚又硬 扑在门前 直接就把他的门给封死了 他如果不用力 绝对开不开 但是如果他用力 那门就会卡在地毯上 到时候想关都关不上 但是我的门是内开 完全不受影响 看到了吗 这就是智商压制 我他妈的实在是太优秀了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这大姐竟然叫来了帮手 上帝说到 自私邻居为了图自己方便 竟把那开门摆成外开 于是我就想办法对付他们 他们也跟我玩斗志斗勇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一个不小心 竟把他老公给送进去了 第二天我还没睡醒 就听见邻居在楼道里骂大街 从声音判断 这大姐应该是把门打开了 但是又没有完全打开 他知道这事肯定是我做的 此时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 为了给自己找个帮手 也为了不耽误开门做生意 大姐竟把在外边干活的老公叫了回来 然后俩人一起把地毯揪出来 反手就给我扔了 我靠 竟然扔我地毯 真是愚蠢 我直接就报了警 说有人盗窃我的财物 当然地毯其实没多少钱 我知道这事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 这件事我不光占领 我还合法 警察叔叔到了之后 了解了市警员委 然后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 俩人背训的跟孙子似的 还把地毯钱赔给了我 这事之后 他俩还不服气 竟然在我门口给我装了道铁栏杆 那天我正玩着游戏出门 由于我玩的太入迷 出门差点给我绊倒 我一看脚下都给我气笑了 这也太蠢了吧 我的门可是向内开的 这栏杆对我根本没有一点影响了 这两个小可爱是怎么想的 我反手就报了消防 说邻居在楼道家装栏杆 占用消防通道 没错 人马上就到了 对他们占用消防通道的行为 处以了五百元的罚款 并责令马上开除 然后这俩人一边干活一边挨骂 被训的跟孙子似的 我的妈 这也太蠢了 我都有点欺负傻子的负罪感了 这俩人还不服气 反驳道 不对 不能光罚我们 这小子之前在门前放了个地毯 让我们都出不来了 要罚也得罚他 大姐 你怎么乱咬人呢 我在自家门口放地毯怎么了 你门打不开 是因为你把那开门改成外开了 这本来就是你的错 咱这物业但凡干点人事 早就找你了 我一句话 把他俩噎得不知道说啥了 气得直坐脚 隔壁大哥的脸都气绿了 我知道 时机已经差不多了 我趁他们不注意 偷偷在门口按了一个小摄像头 这叫预先安装防卫装置 然后又把家里的花瓶和世界杯期间砸坏的电视挡在了门后 这叫加强自身安全措施 到了晚上十点半 我正在做动画 突然一口就传来一声巨响 我打开监控一看 隔壁大哥对着我的房门正在疯狂输出 看样子喝得五迷三道的 手里还握着半瓶酒 一边踹一边让我出去 说我不要玩心眼了 是男人就出去跟他决斗 我呵呵一笑 毫不犹豫的报了警 这大哥还闹个没完 只见他后退两步 然后助跑跳起来踹我的门 这时房门都已经变形了 我整个房间也跟着震动 过了一会 我看见警车到了楼下 然后在监控里看这大哥后退助跑的空档 我就帮他把门锁打开了 紧接着大哥就飞了进来 把我的电视和花瓶啥的砸了个稀碎 在那一刻我看得出来 他是懵逼的 警察叔叔到的很及时 不由分说 一个背靠就给他带走了 直到现在大哥还没想明白 自己怎么突然就飞进去了 是啊 进屋了 而且砸我东西 还意图危害我人身安全 大哥以寻衅滋事罪被判了一年半 还要赔偿我所有损失 期间大姐声泪俱下的来找我 说他们知道错了 希望我能看在他们孤儿寡母的份上 给大哥出份谅解判个环 被我一口回绝了 别给我来道德绑架这一套 我管你什么孤儿寡母的 威胁我的时候 怎么不想自己孤儿寡母 你老公都不怕出事 我怕什么 是男人就进去好好改造吧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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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大 出事了 快来救我 听到二狗的求救 我赶紧从床上跳了下来 出什么事了 二狗 你别急 慢慢说 然后二狗给我讲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是今天上午 一位大哥去二狗的洗车店洗车 结果车洗出来后 却出事了 原本黑色的车漆 竟然被洗花了 现在看起来 这车好像换了奶牛的皮肤一样 走近一看 原来是车漆 大块大块的脱落了 把大哥给气了 差点放过把洗车店给点了 二狗也感到很闷闷 用的都是一样的水和清洁剂 怎么别的车都没问题 就这辆车成了这个样子呢 我马上赶了过去 一看车漆确实伤得很严重 都漏底漆了 这要全车喷漆的话 费用可真够喝一壶的 我先安抚大哥 大哥你先别急 现在最紧要的是弄轻怎么回事 还能是怎么回事 你们这货洗车店 肯定是用了什么化学用品 看把我车给糟蹋的 废话少说 赶紧赔钱 我这车喷漆缺下来最少得三万 再加上耽误的务工费和折旧 怎么也得四五万 你敢少给我一分 你这店就别开了 二狗此时是满面愁容 这事实在是太诡异了 为了验证自己的水和清洗剂没问题 二狗把自己车开来 洗了半天都没事 这可真是奇了怪了 人们不得不怀疑 是这大哥自己动了什么手脚 大哥一看人们都看着自己 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一下暴掉如雷 怎么 你他妈想推卸责任是吗 我好端端的车放你这里洗 十几分钟给我弄成这样 你今天要是不赔我的损失 你这店就关门吧 然后这大哥直接就去后边 把排队的车都轰走了 快走吧快走吧 你看他们把我车给我洗的 车漆都掉了 还不承认是自己的问题 这样的店太他妈坑人了 人们一看这情况 肯定都被吓跑了 二狗也是欲哭无泪 可怜巴巴的望着我 不知道该怎么办 大哥把后边的车都轰跑之后 就把他的花花车 横在了店前面 然后就把揪住二狗的锅灵子 你是老板是吧 快赔钱 要不然我把你店给你砸了 我说大哥 你能不能别这么急闹的 我们也没说推卸责任 但是这是具体什么原因 还没查清楚 你先别冲动好不好啊 查清楚 还查什么 我好好的车开过来 请你店里洗完了 车漆就坏了 就是你们洗车店的责任 我告诉你们 老子可不是好热的 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 郑三环的名号 只是二狗也一把扯开了他的手 我不管你郑三环几环的 有事你好好说 动什么手啊 我洗车的材料绝对没有问题 这是我要查清楚才行 这把三管大哥气得 冲进屋里 就把锅灵子 锅里门给砸了 行 我让你们查 你们给我等着 我让你们知道 知道老子的厉害 然后这大哥就拿出手机开始摇人 不一会 洗车店外就开来几辆破皮卡 把店围的水泄不通 还挂上了条湖 黑心洗车店回我爱车 丧尽天良 然后一帮小弟就冲过来 恶狠狠的冲我们喊道 小他妈废话 赶紧赔钱 这大哥的一系列操作都让我感觉太蹊跷了 就跟提前想好的一样 一点不追究到底是什么原因弄坏的车漆 就是一味的让二狗赔钱 于是我把二狗拉到一边 问他店里有没有监控 我怀疑有人坐了手脚 只有门口和休息室有监控 可以拍到什么车进店里 但是洗车间没有监控啊 那就看有什么车进来了 在监控上我看到三环大哥后边的车 于是就拨通了车主的电话 先说明了来由 然后问他车上有没有行车记录仪 在等待期间有没有拍到什么奇怪的事情 这哥们也很配合 说让我等一下 过了十几分钟 他给我打了回来 你猜我发现了什么 果然跟你想的一样 那个人有问题 我的记录仪拍到他拿什么东西 撒在了自己的车上 一大哥来二狗的洗车店洗车 结果好好的遮进去 洗出来却发现车漆大块大块的脱落 这大哥急了 砸了店里的洗车机 还叫来一帮人围住了洗车店 电话联系的这哥们很有正义感 把行车记录仪里的视频拷贝给了我 并且跟我说 如果有需要 他随时可以过来作证 我谢过他之后 出来走到这帮人面前 义正言辞的说道 大哥 我不觉得我们洗车店有问题 所以这件事我们肯定要调查清楚再说 到时候如果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肯定不会逃避 但是如果有坏人想来捣乱碰瓷的话 那我们也绝不会妥协 你调查什么调查 你店里连个监控都没有 你拿什么调查 我告诉你 赶快赔钱 别耽误我们的时间 呵呵 这家伙都不打自招了 看来之前已经来踩过点了 知道店里没安监控 所以才来碰瓷的 我跟二狗说 现在这帮人在这闹 生意肯定是没法做了 先关门吧 我已经知道怎么解决了 大哥看我们关上了闸门 气得那满脸的横肉都跳了起来 行 你们想跑是吧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我就堵你店门口了 看你这店还开不开 呵呵 那就感谢大哥帮我们开门了 在我们调查清楚之前 你这车可千万别开走啊 那不然我们可就不承认了 路上二狗满脸疑惑的问我 金条 这帮人要是一直堵在我店门口 可怎么办啊 我这店可投了好几十万呢 呵呵 别担心 就让他们堵着吧 堵得越久越好 到时候 我送他们一份大礼 还能让你挽回损失 一连五天过去了 三环大哥也真讲信用 就一直把车堵在店门口 还把店面都喷上了什么 黑店坑人的字眼 再加上挂的条幅 在这条街上显得格外扎眼 当地不少的小网红盒子媒体 都发了这个事件的动态 引发了不小的讨论 我看事件发酵的已经成熟了 就感到派出所报了案 说有人恶意制造事端 破坏生产经营 并且提供了视频证据 警察叔叔一看这件事 引发了这么大的关注 不敢怠慢 赶忙跟我去了现场 三环大哥一看我们进攻了 先是一愣 然后又装上了 警察叔叔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这样的奸商太欺负老百姓了 这件事的情况我们大概都清楚了 先解决车的事情吧 打开车门让我们看一下 那个他就是把我的车漆洗坏了 你们看外面就行 不用看里面 让你打开你就打开 这车现在是物证 我们都要进行调查 大哥一看警察叔叔来真的 只能照着做 我不其然 警察叔叔从车的后座 拿出来两个玻璃瓶 一瓶空了 一瓶还剩小一半 看样子跟拍到的视频里是一样的 这是什么 警察叔叔大声之问道 这 这是装水的 我这人喜欢用玻璃瓶子装水喝 那你现在把这水给我喝了看看 大哥一下蒙逼了 叫过来一个小弟 来傻助 你给他喝一个 大哥你别他妈逗了 说好的一天五十就光呆着 谁他妈给你玩命啊 呵呵 我们早就知道是你干的了 你以为店里没监控 就没人能发现你们的犯罪行为吗 走吧 跟我们回所里 我让你看看你是怎么撒气料的 三环大哥就这么被带走了 一开始他还狡辩说不知道那是气料 但是这有用吗 如果他真的不知道 那他自己泼到车上 然后再带人围堵我们店面 破坏生产经营 那这就属于寻衅姿势 反过来如果他知道那是气料 那他这样的行为也构成了敲诈勒索 选一个吧 这件事的结果被爆出来之后 话题一下就炸了 人们太喜欢这种剧情反转 恶人被收拾的结局了 二狗也抓住了这次曝光 向所有车主保证 只要在本店洗车养护的 由店面原因造成的问题都会给三倍赔偿 这下不但消除了所有影响 生意也跟着报了 三环大哥可就惨了 他不止坑过我们一家店 之前被他坑过的店主 知道这件事之后也都去派出所报了案 一开始大哥不承认 后来经过一天一夜的大记忆挥复树之后 最终含泪任了三起 在刑事案件里 三起就等同于多次 同时金额巨大 郑三环大哥最终背叛了五年小黑屋 希望他在里边也能像当初那么潇洒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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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到啥是炮厂吗 现在好像很少了 反正很久以前我们这里有一家 离我家不远 在一片农地中间 高墙里有那么几间平房 每间平房上都立着高高的铁杆子 应该是用来避雷或者释放静电用的 今天说的这个事就是发生在这家炮厂里 这个是有点萌 画面多少有点刺激 大家拿好手机 坐稳扶好 我要发车了 这件事还要从九十年代说起 我们村里有一个小伙子丧昆 用现在的话讲 那就是纯纯该溜子 从小就不老实 整天就知道打架劫道的 还霍霍过村里好几个小姑娘 丧昆当时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设局 这个局当然就是赌局了 他想方设法把附近有钱的人带过来玩牌 明面上他只抄水 但是背地里他专门找了个会守法的师傅 九十年代 人们对出签的意识还不高 所以经常输个精光 有一次丧昆盯上了我们这边炮厂的刘厂长 当时炮厂都改成了私营 刘厂长也就是个普通生意人 做生意最怕的就是地皮无赖去找麻烦 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去局上玩两把 但是刘厂长知道他们有猫腻 每次输个几百就找借口溜走 几百块哪是丧昆的目标啊 他的目标可是他那整个炮厂 所以这引起了丧昆的不满 有天晚上刘厂长在外边跟人喝了酒 正往回走呢 丧昆就找人给他打了顿街 一个星期都没下来床 当时街上又没有摄像头 谁干的也不知道 所以只能吃个哑巴亏 但是刘厂长心里肯定是怀疑丧昆的 过了段时间 刘厂长恢复好了 于是又去丧昆的排局完 这次他可是足足带了二十万现金 往桌上一拍 丧昆俩眼都放光了 心想这家伙总算上到了 可也就在这天晚上 丧昆一伙人被一窝端了 开设赌场且金额巨大 再加上一些不能直接说的事 丧昆一下被判了十几年 所有人都怀疑是厂长点的 因为那天就他带的钱多 而且他被抓的时候是单独坐的一辆警车 再加上别人或多或少都被判了 只有他进去做了个笔录就回家了 虽然厂长对外说是自己花了很多钱 但丧昆可不这么认为 一想起这事 就恨得牙痒痒 短眼十几年过去了 丧昆好不容易出来了 但他还是咽不下这口气 第二天就去了泡厂 本来他想找刘厂长要点钱 毕竟是他把自己送进去的 结果没想到 这刘厂长根本不理他这茬 是啊 现在治安好多了 谁还怕他一个小地痞啊 这可把丧昆给窝囊坏了 姓刘的你给我等着 死仇不报 我是不为人 说干就干 当天晚上丧昆就跳墙进了炮厂里 他想给炮厂制造点小事故出来 那就够厂长喝一壶的了 但他不知道 由于当时快中秋节了 鞭炮礼花的订单量很大 所以当时炮厂里储存的炸药 要比平时多很多 就连空地上都放着已经制备好的礼花球 礼花球就是烟花里用的原材料 一颗颗的跟小药丸似的 点燃之后会出现各种颜色 由于厂里没有灯光 丧昆也忘了带家用电器 现在他是俩眼一抹黑 也不知道他是给关傻了还是咋回事 他抓起一把火药球 然后竟然掏出了打火机 想研究一下这小球球是啥 结果没想到 他刚用打火机一到 直接就把火药球捻燃了 烫得他赶紧水手 但是这空地上可全是火药 一下就引燃一片 烟花在空中点燃是好看 但是在脚下点燃是好烫 烫得丧昆上穿下掉的 一路火花带闪电的 就跑进了一个小屋里 但他不知道 这间屋子竟然是火药库 黑暗笼罩万物 我将是黑暗中最后的那道曙光 你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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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炮厂进去 宫里的建筑玻璃全都震碎了 整个村子都有强烈的震感 有上年纪的老人被惊醒 还以为小日子又打回来了呢 现场惨不忍睹 很多人看了之后 把晚饭都吐了出来 炮厂已经完全被爆炸荡平了 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 废墟上遍布着碎肉 院子里有棵大树 一面已经烧得焦黑 而树叉上竟然还挂着一串香肠 由于出了重大事故 炮厂厂长还真被抓了 也算是了了丧昆的一桩心事 而丧昆也化为了灰烬 永远飘荡在这片废墟之上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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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岁 你再上大二 因为性格比较公平 所以总是受到室友排挤 他们不理解你为什么那么不合群 你也不理解他们 怎么有那么多男朋友 二十二岁 你大学毕业了 看着别人忙碌求职的身影 你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 二十四岁 你觉得这一年好幸福 因为遇到了他 你感觉他就是你的真命天子 你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幻想 然而有一天 他手机里的聊天记录 却无情地打碎了你的美梦 二十六岁 你再也没有接受过其他人 你开始变得谨慎 了解 刻意逃避爱情 你看着身边的姐妹都有了伴侣 但你不为所动 你总感觉心里好像缺点什么 二十七岁 家里也开始催你相亲 说你再这样下去 做成老姑娘 你妥协了 短短两个月 你就陆陆续续见了十几个 每次见面之后 你就忘了他们长啥样 更没有心动的感觉 二十九岁 你想出去逛街 却发现能联系的朋友越来越少 以前的闺蜜都忙着照顾孩子 你们上次一起吃饭 都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 你突然感觉 好像结婚也不是件坏事 三十岁 一个大你三岁的男生 总是频繁找你聊天 你觉得他对你挺好 条件也不错 你们进展得很快 婚礼那天 他喝醉了 抱着你叫了别人的名字 你笑了笑 然后默默把他扑上床 你知道 自己没有嫁给爱情 三十一岁 你怀孕了 不知道是不是年龄的缘故 你感觉每天都很辛苦 老公陪你的时间 也越来越少 你委屈地抱怨 他不像从前那么好 可看着他加班回家的疲惫 又忍不住心怀 三十二岁 孩子出生了 是个漂亮的女孩 看到他的那一刻 你哭了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哭 反正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从此你每天的生活 都围绕着喂奶和买菜 完全顾不上自己早已走行的身材 和那副日渐憔悴的脸 三十五岁 你带着孩子 钻变了附近的幼儿人 最后还是订了收费最高的纳索 老公说其实都一样 没必要去那么贵的 你说你只是不想让自己有遗憾 三十八岁 孩子大了 不用每天再接送 你想出去找个工作 却发现早已和社会脱节 最后在朋友的介绍下 进了一家商场做销售 遭遇顾客白眼的你 开始混沌 当初为了老公和孩子 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四十岁 他的工作也开始走向活路 经常因为一点小事 就跟你大吵大闹 委屈的你却发现 除了回娘家 甚至找不到一个地方 能让你哭 四十二岁 你听着孩子老师在电话里训 你却只能抢颜欢笑的 跟老师说会访和教孩子 你觉得好搞笑 到底全才是老师 挂掉电话 你开始训斥孩子 他叛逆的指着你是个坏妈妈 自己一点也不快乐 你的情绪突然崩溃了 冲孩子大叫道 难道你觉得妈妈这样快乐吗 你也忍不住大哭起来 四十五岁 你看着镜子里摔老的脸 打了一个月的钱 忍痛买了一套护护品 老公埋怨你不懂节约 说其实都一样 没必要买这么贵的 你觉得委屈 却看到他还穿着三年前买的运动鞋 你犹豫了一晚 最后退掉护护品 给他换了双新鞋 四十八岁 女儿去了外地上单 你和丈夫还是经常争讨 你冲他大声喊道 我怎么嫁你了 然后我自个一甩门 想回娘家 但刚一关门 你才猛然想起来 妈妈 已经走了 你再也回不了家了 现在你的亲人 只有丈夫和女儿 五十五岁 你退休了 丈夫突然大放了一回 说带你出去旅游 照片里的你笑得很开心 你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五十八岁 女儿嫁给了一个帅气的男孩 你看着他们甜蜜的样子 感动哭了 你把自己关进卧室 偷偷地抹眼泪 老伴走进来安慰你 说 放心吧老婆子 他一定会幸福的 一定会 他的眼里也泛起了妹花 六十五岁 老伴身体开始不好了 你突然发现 他老得很快 头发已经白了 现在他只要出门 就会牵着你的手 比年轻时还腻 六十八岁 老伴住进了医院 肝癌 放疗化疗每天吃一大把药 他从一个胖老头 变得越来越瘦 结婚快四十年 有幸福有长到 当年的你 感伤自己没有嫁给爱情 但是现在 你觉得 没有人比老伴更亲了 七十岁 他走了 身边少了一个没玩打呼 你反而更睡不着了 常常半夜起来 看着过去的照片发呆 七十五岁 你依旧每天起得很早 按时给闺女打个电话 期待着他能带外孙来看你 八十岁 你躺在了病床上 迷迷惑惑听见身边 突然传来了呼声 就这样走了吗 没有预想的害怕 反而感到很紧 于是你用尽全身力气 看了最后一眼这个世界 真好 你最爱的人都在你身边 当然 也包括来接你的老头子 于是 你安然地闭上双眼 过去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你看到在一个炎热的夏天 家里停电了 你不停给孩子扇着扇子 然后孩子不停地喊你 妈妈 妈妈 但是你已经分不清 是来自现实 还是 你只知道 你忙碌的医生 走 我家隔壁的张大爷 一个人独屈 老妈看他这么大年纪了 行动也不方便 就总是帮他倒点垃圾 有时候做好饭 也会给他送过去一些 张大爷 今天家里炖了点排骨 我们也吃不了 给你拿过来点 哎呀 真是让你费心了 正好我还没吃饭呢 这排骨闻着就香了 我这辈子最爱吃排骨了 张大爷 你要是爱吃 我以后就常做 你看你身体也不好 身边也没个人 以后我做饭就多做点给你送过来 你就省了做饭了 哎呀 那也太行了 跟你做邻居真是享福啊 对了 我这两件衣服也该洗了 你看要不你也帮我洗了吧 行张大爷 这都是小事 给我就行了 这时候正好我回来看见了 老妈给张大爷送饭 这是挺好的 关爱空巢老人 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但是你不能得寸进尺 把我妈当保姆使唤啊 于是我没好气的回了她一句 张大爷 洗衣服这种事 您最好还是自己动手 我妈这一天做家务也挺累的 每天还要想着给你送饭 你看你这孩子 我不是年纪大了吗 年轻人要懂得尊老爱幽 别一天就知道玩游戏 大爷你不懂 我玩的这是米哈游的新作 崩坏星穷铁道 现已全球同步攻测了 你看这战斗特效和大招画面 简直不要太炫酷 算得上是免费的单机品质大作 比一般手游墙太多 而且玩法简单 还有自动战斗 一点也不耽误学习 哦你要这么说 这游戏还不错 不行你家今天炖的排骨有点咸 我先去喝点水 告诉你妈 下次让他少放盐 怎么今天就一个炒鸡蛋呢 不是告诉你我爱吃排骨吗 张大爷不能天天炖排骨啊 金条说今天想吃炒鸡蛋 哼你儿子这一天没啥出息 事还挺多 妈今天你生日 咱们出去吃吧 行那跟你张大爷说一声 别让他等我做饭了 我刚才从外边回来的时候 看见他正跟几个大妈跳广场舞呢 我已经告诉他了 那好我收拾一下咱们就走 张大爷有什么事吗 废话你们他妈的想饿死我了 张大爷 金条不是给你说了吗 我们今天要出去 说什么说我不知道 你现在可是越来越过分了 这都几点了还不给我做饭 张大爷今天我们出去吃 我刚才都告诉你了 你们出去吃就不给我做饭了吗 你们出去吃就不能带我吗 不是张大爷 我们跟你什么关系 要带你出去吃饭啊 你们不带我吃饭 那我吃什么 再说了 一开始可是你妈自己说的 要给我送饭 可不是我求着让她送的 我妈那是看你岁数大了 一个人怪可怜的 出于同情才给你送点饭 谁要你妈同情了 装什么好人啊你们 一开始说给我炖排骨 后来就成了炒鸡蛋 现在连饭都不给我做了 我要饿死了 你们负责吗 你们要做不到 一开始就别说啊 装什么大一巴狼啊 什么东西啊你们 你个老逼灯 我真是给你脸了 妈你看见了吗 咱家这饭给他吃 还不如喂了狗呢 狗吃了还知道 给咱们摇摇尾巴 像这种白眼狼 喂的越多越没良心 小兔崽子 你骂谁是狗呢 老逼灯你推谁呢 有本事你再推一下 我又推你了怎么着 我 我让你推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